大家好,我是沃董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部翻拍的恐怖片 杀出狂人镇 故事发生于美国的一个偏僻的小镇 这里生活节奏缓慢 人民安居乐业 房子是拿来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这天镇上的人聚集在一起看棒球赛 隔壁李老汉鼓鼓怪怪的 拿着枪就走了过来 男主身为镇上的警长 就在关键时刻及时开枪击毙了李老汉 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可一向老实巴交的庄家人李老汉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性情大变呢 夜晚男主接待报警 西边老王家的王建国 竟然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活活的堵在房子里给烧死了 而且这老王眼神空洞 一脸的满不在乎 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二天接到几个猎人的举报 在附近的河里 发现一具飞行员的尸体 顺着水源的上流 竟然有一架尸式的飞机 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没有新闻报道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阴谋 再加上近期好几宗突然袭击的案子 男主怀疑就是水源导致的一切 到了晚上 突然出现大批士兵 将镇上的所有人都带到了隔离区域 然后按照是否感染分开隔离 一生生的将别人一家人给分开 其中也包括男主的老婆 但是资本主义的村民也不是好惹的 毕竟也都是发狂的状态 拿着枪就跟士兵干起来了 男主和自己的副警长逃回来 耽误自己是先找到自己的老婆 也就是女主 然后再想对策 另一边 女主被绑起来之后 就遇到了一个发狂的村民 挨个的杀人 幸好男主及时出手相救 幸存下来的四个人只能靠自己了 沿路一切都遭到了烧毁 还有另外一波人在疯狂的猎杀幸存者 看他们这精神状态也是非常的癫狂 路上逮到一个士兵 其实这些当兵的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只知道有病毒扩散 他们来处理感染者 沿途也没有一辆能开的车 幸好男主家还有一辆备用 修理修理也还可以上路 四个人再次启程 但军方的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 发现了男主他们的车 没办法 只能拐进旁边洗车的房子里 但是这里面也有几个疯狂的村民 袭击了男主几个 最终虽然杀死了那些发狂的村民 但是女主的好闺蜜也不幸死去 车又被军方的飞机给炸了 这个时候 不远处开了一辆警车 就是之前来调查那个死亡飞去员的FBI 经过拷问才得知 原来在村子里扩散的病毒 是他们研发的生化武器 结果不小心运输的飞机失势掉到了河里 再经过水源的扩散 导致这个镇上的所有人被感染 话还没问完 这个FBI探员就被副警长给杀了 这个副警长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有点小疯狂 似乎也是受到了感染 三个人只能继续前进 男主找了个机会 抢回了副警长的手上的枪 这个副警长也还没有完全变成三人狂 还是有人性的 三个人还是搭伴继续前进 来到一个路口 这里已经被军方给封锁了 正常状态下是肯定通过不了的 这个时候副警长主动要求自己去吸引军方的注意力 好让拦主和他老婆悄悄的绕过去 诶 这你就不对了啊 这个不要因为你是配角你就应该慷慨就意 你也可以让拦主去当幼儿 然后你陪着他老婆一起绕过去啊 你可以答应帮他好好照顾他的老婆嘛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同意我观点呢 拦主两人走了很远 终于来到了一个休息站 而女主竟然发现 这些军人把所有的感染者直接烧死了 根本就不存在医治救援之类的事情 两人决定再次启程赶路 拦主在超市采购采购点东西 拿了一个打火机 注意啊 一般如此特写这个看似无用的小东西 说明后面肯定用得上这个道具 突然灯光一暗 原来这里还藏着之前到处猎杀幸存者的 那些杀人狂 两人不管那么多准备开车走人 结果那些杀人狂果然出现阻挡 跟拦主肉搏起来 而女主的比较机智 洋装逃走 其实躲在角落里 一枪将其中一个杀人狂给杀死了 拦主那边的肉搏是打不过 身上的符纹没有对方好 只能将机油破在对方身上 然后用之前特意拿的那个打火机 将杀人狂给杀死 两口子没命的逃跑 因为之前从队长机里听到 军方可能是要完全毁掉 这个受感染的小镇 果然随着倒数计时的结束 远处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拦主两口子开的晴天柱 在空中360度转体倒到了一边 但是这样拦主和他怀孕的老婆 竟然都没有死 甚至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 就冲着体制 刚才就应该让他们去当幼儿 两人眼前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蘑菇云 在核弹面前你们都没死 这个事你们真的可以吹一辈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子翻拍自1973年的同名电影 杀出狂人症 基本内容也差不多 载着生化病毒的飞机失势 坠入小镇的河里 感染村民导致所有村民性情大变 拦主杀杀杀 总体上讲还是挺适合 喜欢血腥暴力的宝宝观看的 快快订阅即关注恶都过来了 获取更多的电影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